我分享一個也是年輕的案例 他是30出頭的男生 那他是那個貨車司機 那貨車司機他很勤奮 所以他都是接夜班的 就從深山載那個蔬菜啊什麼的 到那個都市 然後所以他最喜歡吃的就是檳榔 他覺得檳榔可以幫他提升 那他就是這樣非常勤奮的工作 但是他不照顧自己的健康 所以他已經五年 超過五年都沒有去看牙齒了 也沒有去看一般的醫生 他都很好這樣 結果他有一次他又感冒了 那有點頭痛有點發燒 所以他就是去藥局買了那個 止痛退燒藥這樣吃 然後還是繼續開繼續開 就這樣拖了兩個禮拜之後啊 他開始晚上沒有辦法 很專心的開始 他開始會喘 然後咳嗽 他以為說是不是 咳那個像肺炎那樣的那種咳嗽這樣子 那同事就看他越來越奇怪 因為他開始會倒汗 而且他真的是咳 但是他咳的是 是白白的泡泡潭 跟一般我們感冒那個潭 不太一樣是泡泡的潭 後來有一天 那天他準備要出車了 結果同事就看他不太對 他根本沒有辦法走路太喘了 直接帶他來急診室 他是被推著床進來 他坐他沒有辦法躺平 他往前坐 然後一直呼吸 然後一直咳 咳出那個白白的泡泡潭 還有粉紅色這樣 然後就聽他的肺 全部都是水的聲音 然後他有很大聲的那個 半膜的雜音 他之前是有二肩半脫水 但是那個跟二肩半脫水是不一樣 是很大聲的雜音 嗚嗚嗚嗚這樣 就趕快給他用一些利尿劑 把那些水排出來 給他用一些藥 然後去降他的血壓 可是沒有辦法 他後來已經開始 已經在彌流狀態 已經開始不行 意識快要昏迷了 所以我就跟家族說要給他插管 就把他推進去插管 就嘴巴打開來 哇就是黑黑紅紅的斑 在全部的牙齒上面 那插管的話呢 我們通常會要保護牙齒 所以我們是用我們的手的力量 去給他挑起來 結果我輕輕才碰到他的牙齒 我真的是很輕很小心 他牙齒就掉了 是很危險的 因為我的管子還沒進去 他牙齒如果滾滾滾滾 滾到氣管裡面 哇他後面還要開刀 去把那個牙齒拿出來 所以我就很小心 趕快把那個牙齒挑開來 那趕快趁還有機會之後 趕快把那個氣管 插進去之後 穩定了之後 他好多的牙齒都被我弄歪了 所以我就把他拔掉 聽這個樣子好像做壞事 哭哭哭 其實又插得很小心 插得很小心 對這要很小心 因為我少一顆牙都不行 這樣子 因為萬一真的有一顆牙齒進去的話 他日後還要開刀 去把那顆牙齒拿出來 這樣很麻煩的 所以趕快就把剩下 他那個已經歪掉的 對 已經歪得很離譜了 大概等一下就會掉下來 就把他拿掉 然後就把那些牙齒就 放著給他的 留給他的家 怎麼根基會那麼脆弱 趕快要講 他那個應該是 已經很爛了 因為牙齒病的牙齒 有些很誇張 是 病人自己一夾 手一夾就掉了 因為他整個骨頭跟牙肉 都往下萎縮了 所以等於牙齒的遞肌 所以有人吃飯 吃飯也連牙齒吞進去 有 很多牙齒病人病人 都不小心吞進去 但是吞到氣管就要做氣切 其實那很危險 這很危險 對 我們就想不通嘛 對 這樣很可惜 不能許願 那個人他許願很多 因為我拿了一堆牙齒 來 後來就請心臟科來看 就發現他是 很嚴重的心臟衰竭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二間瓣脫垂而已 細菌直接吃在那個二間瓣上面 然後他整個那個瓣膜 就逆流的很嚴重 所以他就趕快開刀 去把那個瓣膜補起來 換了一個金屬瓣膜 然後開刀過程中 也把他的牙齒補完 結果哇 他花了很多很多的錢 他那個夜瓣 本來賺比較多的 卡車司機如果說 夜瓣很勤奮的話 一個月可以很多的薪水 他全部拿來補牙 太太跟我說很難過 我花了那麼多錢 那我們在急診 常常看到也是 看完牙科 然後結果就 臉腫起來 眼睛腫起來 甚至腦中風 看完牙科 通常像這樣的病人 他們都會怪牙科 不是 是因為你 拖太久了 你才去治療 你本來就已經夠爛了 只是拖到一個 最後一個底線 所以你在治療的過程中 會有比較大的傷口 然後比較容易 更容易感染這樣 所以大家 你半年沒有去洗牙的 你趕快去洗啊 我這邊有個案例 其實跟田醫師也是很相像 但其實也是他 也是40歲左右 那他本身是因為糖尿病 糖尿病 然後其實他血糖控制不了 那來到檢驗室就非常的喘 那也是緊急就插管 那其實剛剛講 田醫師講那個泡泡毯 那其實就是 費積水的關係 我們管子一插進去 其實那個整個血糖 就會從那個氣管裡面就冒出來 這樣子 那其實我一看那個 市指揮他其實就是全身 看起來就是衛生狀況也不是很好 那代表他本身自己照顧的能力不是很好 這樣子 那 那嘴巴 其實我們挑款一條款也是一樣 那嘴巴整個也是滿口的爛牙 那剩下好幾 沒幾顆 那其實真的就是 我們挑的時候真的很小心 就是避免吸入性肺炎 這樣 真的很小心 又敲斷一根 對敲斷一根 那家有時候病人醒來 他會 他會跟你說我牙子怎麼不見 他會找 他會 我記得嗎 他會講說我本來門牙有了 我挑完管沒有了 是這樣子 門牙不見會知道吧 對啊門牙就是 因為他們很重要 會不會回去他也覺得 還好啊 有刺 他曾經有遇到一個病人 他也是一個三十幾四十歲的病人 他就是做工 一個工廠的工人 他每天都吃檳榔 然後就是也是都 因為吃檳榔這種 那個工人是真的是沒時間看牙齒 他牙齒也會覺得 還好就可以了 然後不好就算了 然後來的時候就是整個 會喘 然後脖子腫下 他的膿呢 就是我輕輕的壓他的牙癮 膿就從牙齒旁邊爆出 這樣子 對 然後他的膿呢 就是積在他那個舌頭的下面 所以他整個會把舌頭往後頂 所以病人身幾乎有點喘不到氣的感覺 這時候呢 我們 那應該是口腔癌的吧 不是這個是 身頸部感染 對 很嚴重 對 然後 他那個時候因為 我們要幫他麻醉 要幫他把他整個從脖子這裡 劃一刀 對啊 割緊類似這樣 就把濃進去用手指進去挖 然後把他清乾淨 對 不是這樣擠就擠乾了 沒有 他因為在下面 最要從外面開 對 對 就這裡會有一道 那個時候要幫他做 因為全身麻醉需要插管 麻醉科連管子都放不過去 我們甚至在急診幫他 他醒著的時候幫他坐著 因為他沒辦法躺 坐著幫他做一個氣切 兩分鐘之後就要坐進去 不然他可能就 白白了 對 做完氣切之後 他就發現他的脓 甚至從 舌頭這裡有挺延伸到他脖子 脓甚至從氣切的口 那邊跑 有點滲出來 對 所以這個病人開完刀之後 還有併發一個嚴重感染 因為本身還有糖尿病 對 在加護病房住了快 兩個禮拜 最後拖了一兩個月才要出院 脹氣 胃痛自治不了 看一下會有什麼問題呢 傷心胃潰瘍 胃癌找上你 這要跟大家特別強調 其實胃脹氣 胃潰瘍 跟胃癌 最重要的因子就是 所以 油門趕菌 只有你有油門趕菌 就是 不要讓他火 不要讓他火 為什麼 胃潰瘍 7層都是油門趕菌造成的 12層潰瘍 9層是油門趕菌造成的 而且油門趕菌已經證實是 胃癌 自癌因子 那很多人 都沒有症狀 很多人 小時候就得到 他可能吃進去 吃到感染的口水 食物吃進去 沒有症狀 然後跟他胃 相處了 二三十年 真的發病 後來看腸胃科 都是差不多四十歲 五十歲左右 或者是他在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做健康檢查之後 意外發現 年輕的時候沒問題 因為年輕的時候 那個皮度 胃的皮度還蠻漂亮的 可以讓他 努力慢慢的發炎 但是胃潰瘍 油門趕菌乾癌之後 他會走幾個步層 會說 油門趕菌 然後慢性的胃炎 慢慢的發炎 皮慢慢的開始變皺 像他老化一樣 慢慢變皺 皺完之後 他會變得有點癌化 現在癌前病變 叫腸子化身 那個皮變成不是胃的皮 是腸子那種黏膜的皮 叫腸化身 這是一種癌前病變 再來 就可能變萎縮掉 那個皮就慢慢變薄了 所以很多人 比如說 你醫生說 你做胃健的時候 皮變薄 胃皮變薄了 它萎縮掉 萎縮胃炎 再來可能就是胃癌跟潰瘍 這樣的情況 胃發炎 或胃萎縮性胃炎 它沒有皮 它有時候胃酸刺激 它就是沒有一個聯膜的保護 它就會受傷會痛 會不舒服 然後 胃聯膜其實有些胃酸 它會分泌一些胃酸 胃酸有時候會太少 萎縮性胃炎 有時候胃酸反而是太少 反而消化蛋白質消耗不良 所以這都會造成很多的 其實最怕它還是癌症 那所以有很多病人來找我 我們幫他做胃健 油門感菌治療好之後 我一定會叫他什麼 叫他你的家人 可能還是要來看我一下 來做檢查 為什麼 因為油門感菌得到一次 不是終身免疫 他還是會再得到 一年再感染的機會是1% 就看你旁邊的人 所以後來旁邊的人 我說如果你家人沒有症狀沒關係 請他來做催氣檢查 用催的就知道了 有的話就一起治療 像起碼你們家裡面吃飯 才不會說互相都感染到 台灣現在目前一半以上 都有油門感菌感染 對岸可能有七成 所以跟你的衛生習慣是有關係 你如果我有的話 我太太有機會是七成 小孩有機會是三成 所以這個還蠻重要的 所以胃脹 胃脹氣 不是小病 像有一個六十幾歲的一個先生 他來看我主要是說 他太太 他看到這個節目說 他有慢性胃炎會產生 胃癌 然後這個先生 他之前就常常的胃脹氣 肚肚一肚肚 吃完飯之後特別明顯 然後也沒有血壓不舒服 有時候會有點逆流 然後他有看過醫生了 也做過胃健了 在三年前做胃健 就說慢性胃炎啊 醫生也沒跟他講說 他有什麼油門感菌 都沒有講 然後就說還好啦 然後這三年當中 他就有時候不舒服 就吃點胃散 吃點塵藥 也沒在看病 後來是被他太太帶過來 三年多了 我們就再幫他做一次胃健 因為他擔心說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我一定會做油門感菌的檢查 不管是健康的 我一定會做油門感菌的檢查 就我看到這個病人進去的時候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這個胃黏膜 已經萎縮掉了 然後很多的那種凹凸凸的 腸質連腸化身的變化 那個已經變得癌前病變 這個這個病人 有腸化身的病人 就高度有胃癌的風險 所以我會在這邊 找到哪個地方 可能有胃癌的妄想 當然 我在有可能的地方 我把它做切片 那當然我 檢查完跟他講一下說 這應該還好啦 你有沒有很明顯的 像癌症很厲害 但是後來病理報告出來的時候 一個禮拜出來的時候 是胃癌 所以 可是他很幸運的 他其實是一個很早期的胃癌 很早期發現了 那我自己也蠻幸運 因為我真的沒想到 他真的是胃癌 他後來他就就胃癌的手術 去把它切掉 就不用開刀 然後他再來 原本感覺把它治療好 然後他太太 一起抓過來一起檢查 還好他們太太都沒有 你感情不太好 你又在接吻 對 因為有時候 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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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傳到 那應該是輕輕不好 所以後來就治療好 之後 原本感覺治療好 其實就一切都改善了 所以 我連我自己每次去外國開會 對啊 腸胃科醫是常常碰到 有用門感情的病人 我自己都會害怕 所以我常常去做一些免費的測試 還好到目前為止 我也沒有用門感情 那你應該請他的女朋友 一起抓來檢查 搞不好女朋友有 對啊 他太太都帶同一個啦